40. 中國新聞社,中國和蘇格蘭企業達成系列合作協議金額超4000萬英當 2015年7月27日金融頻道中新網7月27日電金天 蘇格蘭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尼克勒斯德鎮在蘇格蘭中國合作夥伴簽約儀式 想見證了蘇格蘭企業在中國的日益壯大 並宣布了中國和蘇格蘭企業達成的一系列新的合作夥伴協議 這者協議由10家蘇格蘭企業與中國私營領域合作夥伴簽訂 預計將為蘇格蘭經濟貢獻經濟價值約4315萬英當 在蘇格蘭創造70個就業崗位 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表示 蘇格蘭有望受益於中國的創新戰略 因為在對於中國未來泛榮來說至關重要的領域中 我們有著長期的知識專長 我們世界級的高效和研究基礎以及在能源 生命科學、技術、金融服務、娛樂等領域不斷發展壯大的蘇格蘭創司企業 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長期投資計劃不謀而合 在北京舉行的簽約儀式活動中所宣布的合作夥伴關係協議 製造零售桂圓機關外維視CareVisions11 這家總部位於蘇格蘭的國際醫療保健技術公司致力於向個人、社區和機構提供創新的飛躍理學千外解決方案 公司宣布在北京開設其首個中國辦事處 並與中國合作夥伴簽訂了兩份量解備忘錄 風能Scar Energy11 這家總部位於格拉斯哥的可在生能源公司與中國激光雷達製造商 上海波式科技Oasis簽訂了一份合作夥伴關係協議 這將對公司的風電場優化服務交付起到補充作用 該協議對於風能萊樹價值數百萬英檔 在未來三年的時間裏將在蘇格蘭創造二十個就業崗位 英國蔡摩海有限公司G.B.Thermichem11 這家公司宣布了一項突破性的蘇格蘭技術試驗 將為中國發電廠提供具有成本效益且碳排放量更低的解決方案 該協議預計將在三年的時間裏為會司增加一千二百萬英鎊的營業額 並在蘇格蘭創造五個就業崗位 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 一一者所大學宣布與 哈爾濱工程大學聯合開設一個新的工程學位課程 該協議在三年時間裏的價值為五十萬英檔 Kelnik Solutions 這家研發電信測試與測量解決方案的領先提供商與中國移動研究員 簽訂了一份協議 將幫助中國移動對下一代移動網絡所需的網絡設備進行評估 Distrify Media 這家公司成為了在中國簽訂分銷協議的首家歐洲視頻點播服務提供商 公司宣布與未來電視FutureTV就在線視頻交付達成協議 該協議對於Distrify Media來說價值二千五百萬英檔 將在蘇格蘭創造二十個新聞就業崗位 在中國創造十個新聞就業崗位 微數據We Data 一一者家專注於足球和體育運動的蘇格蘭 數據部獲和分析公司與其最新的合作夥伴 一家由中國國家女足前任隊長創立的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 只在推出業內最新的數據分析技術 該協議對於微數據來說價值一百八十五萬英檔 將在蘇格蘭創造十五個新增就業崗位 Teflor R.G. 屋者家英語語言培訓提供商 與二十一世紀教育傳媒中國日報集團簽訂了一份新協議 將提供在線語言培訓服務 其中包括三百五十萬英鎊的投資 並且將在蘇格蘭創造十個就業崗位 外町羅希特寶龍比亞大學 Adenberg-Napier University 一一者所大學與中國網絡全球醫生組織 Global M.D. 簽訂了一份量解備忘錄 將提供臨床研究方面的研究生學委課程 該協議為期三年 價同約合三十萬英鎊 蘇格蘭國際發展局亞太區執行總監 朱里安泰勒Julian Taylor在活動中表示 國際貿易與出口時企業實現增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而很多蘇格蘭企業都在中國建立了 長期並營利的合作夥伴關係 今天 新協議的簽訂彰顯了蘇格蘭的獨度豐富經驗 和來自一系列領域的高質量產品 幾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所稱來 在這類 很多蘇格蘭企業都擁有重大的機會 在中國市場實現業務增長 終身網產經 我們有期待會的 感谢观看